好 向大位报告 今天的议程我们继续 现在由李梅甄李一言咨询 时间20分钟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公务小组的市府团队 大家也辛苦了 然后在这边呢 首先我想建议一下 我们公务小组的专门委员 就是希望说我们公务小组以后的时间 要排出来 或者是说把游戏规则定清楚 不要造成各位议员的困扰 因为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在这边首先建议一下 我们的专门委员 那接下来呢 针对公务部门的部分 首先呢要提到的就是说 在都发局的报告里面 知道说中游高雄炼油厂转型的规划 在高雄炼油厂经历25年 是许多后进民众关心环保议题的 民众抗争 其实大家都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那终于在去年的时候 正式已经关场了 那其实大家想到25年这样的抗争 都会觉得说 一个人的人生有多少25年 那我们尤其左营男子的民众 在这25年的青春 都奉献在这个社区上面 那其实大家都对这个议题当然就非常的重视 那其实在这边呢 可能未来我们中游有几个部分要来同步完成 这个部分我在这边可能要请教一下都发局长 那其实问题有点多 所以我还是用PPT的方式来呈现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中游行政区55公顷的土地 这个区域没有被污染 可规划为经济价值最高的住商区 那都发局在这边是调整特定产业专用区 最后的定案是住商区 还是特定产业专用区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171公顷污染的土地 有许多地方人士和专业人士 建议转型成为生态公园的政策 那我知道都发局是朝着说 特定生态富裕保存专用区 要求中游善尽整治储屋的责任 不知道中游公司在这边 有没有送出具体的土地利用计划来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在宏南宿舍及宏益宿舍区 有许多就在日治时代的宿舍 十分具有特色 可以规划是古迹兼文创园区 那我知道市府在104年8月 决议将宏益宿舍区群 来保存范围 登陆为文化景观 要求中游善尽文石保存及 妥善规划员工安置和维护公社 那中游在这个部分有提出来了吗 第四个问题就是 炼油厂在半瓶山有数十座的油槽 这些油槽在油厂迁移之后 厨运功能减低 那中游要答应迁移 市政府也请经济部督促中有 一核洲计货柜第二期的工程计划 在110年前完成石化油品厨运中心 取代高链厂半瓶山的厨运站的功能 那针对这四个问题像这样子的状况 我在这边请杜发局长回答 李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 针对议员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特定产业专用区 那是一个初步规划的方向 那可是它也不代表说 特定产业专用区完全就是所谓的生产基地 因为它一样未来有需要的话 还是可以有一些部分的铸商跟生产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中游的高雄炼油厂的话 它是位处于三铁的共购 三铁经过的地带 那附近其实又加上有半瓶山 有一些旧的宿舍群 那以及后进的社区 事实上我们是一直把这一块地 视为是北高雄下一个世代 可以兼具生产生活 生态的一个园区 那所以我们会用以比较审慎 反正是基于我们地方的 能够符合地方的期待 对地方有益 对城市发展有益 对国家发展有益的 这样的几个大的方向 来去做思考这块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中游大概也有提出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可是我想里面涉及到的议题很多 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这一块假设未来 去做转型的使用的时候 它能够得到国家 这些视为重大经济计划下的支撑之下 那我们来协助去推动 这是针对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想土屋它确实是高雄电油厂 后续的土地转型利用的一个重要的要劲 就是这个土屋没有整治做好的话 谈什么未来的使用 事实上都有点太不切实际 那中游确实有提一些计划 到我们市府的环保局 那环保局也分别退了好几次 我想第一次它提出的整治时程是20年 那这个对市府来讲 或是对高雄市民 尤其是后期居民来讲 也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后来它要修正是17年 那现在这个计划 整治计划的话 我想细节可能环保局会更清楚 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 希望中游能够用最好的工法 在快速的时间内 能够去善尽它这个污染行为的责任 去做好土水的整治 那第三个问题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据我所知 目前中游并没有针对 还没有针对这个员工安置 跟维护社区公社提出一些 比较具体的想法跟计划 所以这个一旦有新的计划 新的想法进来 我们市府我想我们也会 第一时间跟议员这边说明 那最后来讲 油潮的事情是 坦白讲那个之前的 包括议员在内的很多 我们市议会 包括市政府这些单位 对这件事情事实上 包括居民更没有办法去理解 就是这个事情 已经是准备了25年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种争议 那我想这个 他基于很多理由提出来 那我想我们市府也是会要求他 这个要 他有遇到什么困难 那他必须要充分的跟地方来做说明 而不是说他自己 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以上跟议员做的报告 谢谢局长 局长您请坐 那其实这个部分 刚刚局长讲的也是包含很多 那其实就包含整个就是环保整治 还有城市规划 那社区再造跟产型转业 这么多的问题都包含在这里面 那其实刚刚你讲他提出20年 其实我们20年在那边抗争 其实未来大家都知道这些土屋 可能再花25年也是 没有办法真的变成一个干净 然后变成一个无污染的地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整体开发上 我觉得说整个思维 那我不知道说 我们高雄市政府跟中央 现在是不是有共同的思维 那是不是说有在研究这个问题 未来在520之后 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来 来改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怎么样持续做好整体的规划 那因为大家都在讲520 所以我想要再了解一下 杜发局长这边再回答一下 那就是520之后针对中央的想法 是不是有讲到这一块 要怎么样来规划 谢谢主席 谢谢李远 我想那个这个煉油厂的这个事情 未来转型部分土屋整治 我想我们还没有正式有这个机会 跟中央未来要接任 那个相关那个单位的这些首长 或相关的负责的决策人员 去做一个说明 但是我相信大家 我们市政府这边会 当然会有中心的期盼 就是未来新政府负责的主管的机关的 那个部会 以及那个相关的这些中央的负责人 能够了解我们地方的声音 那我们市府这边就污染的部分 环保局也有提出一些他的想法 也给中央 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我知道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都发局现在有公共出租住宅政策 那都发局呢在这边是首先先立出用台电公司的凤山 无价社区员工宿舍 休山后再转型来那个公共出租住宅 有55户宿舍在台电员工签出之后 就简单的修理一下管线跟部分设施就可以运用了 预计在今年105年的6月释出首批25户 然后也可以提供社会局跟原民会的那个安置或照护 还有迫切需要的市民 那不知道说迫切需要的市民到底有多少 那本期知道就是说预计修缮国营事业闲置空间呢 出租300户公共住户 然后除了凤山无甲的台电宿舍55户 也在规划那个高雄港务局的骑金宿舍 最快明年上半年的整修就可以释出56户 所以都发局在这边也洽谈那个邮局2楼以上的闲置空间 跟海关跟军券宿舍 最快明年开放出租 那租金的行情是一般的那个 一般的7则到8则 那这个部分呢我也想要请问局长 就是说都发局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说这个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这个资料 那高雄市的社会住宅总量是104年底 占高雄市的0.02% 是远低于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当然如果说今年的那个公共住宅出租 我们的平均值会提高 可是看到这样的数据 我们公共的住宅是不是这个政策能够更完善 那我知道台北有两个中继站嘛 就中继住宅啊 那高雄没有 这个部分是不是 然后有一些弱势的民众也需要我们都发局 补贴一些资金 所以这两个方向都发局要怎么样来去加强 请都发局长回答 局长请答案物 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 我想住宅这件社会住宅这件事情公共住宅也好 那个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 那我想高雄的情境跟双北市的情境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确实也针对高雄市所需要那种所谓社会住宅的 或是公共住宅的市民的这个需求面做一个做过一些调查 那我们会锁定的部分大概就是那些就是即使你给他租金补贴 他还是住不到房子这些相对的弱势户 那这个我们大概有统计过大概有大概600多户左右 就是他即使他有钱他也不见得住得到 那这个部分一定是我们的责任一定是我们我们必须要去达成去提供出来 那所以我们并先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大概是搭配租金补贴 因为毕竟我们高雄市的房价跟租金水准跟双北来讲我们是不能比 因为我们的平均租金大概是一瓶可能大概是500块甚至400多块左右 因为这是根据我们提供的租金补贴 那民众送来的那个租约的价钱去算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会继续提供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找房子确实有困难的部分 我们也都除了凤山五甲 刚刚议员有提到几个 那我们现在也持续有待一直在追调查这件事情 虽然很困难 因为我们也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去拜访中央的相关的单位 那他们也坦白讲说 这个资料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 不过我们就是去看 看了之后我们主动接洽 那只要适合的话我们就纳入积极去整取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个迫切民众到底是多少 需要 我们经过调查就是刚刚我跟议员提的 就是大概有600户 就是说他可能会选择说 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住宅给他 那以现在我们有的大概有258户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他可能是租金比较符合市价的 那个我暂时没有把它列入 但是加起来有400多户 那今年我们年底会提供55户 那持续的我们会再逐步的增加 因为毕竟我们是以解决这些迫切需要的为优先 那实际上未来的一些需要的话 我们现在也在规划当中 谢谢局长 有困难度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个部分都发觉去加强 因为刚刚这个数据是有点落差的 我们会持续努力 谢谢谢谢局长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公务局 其实我常常都在建议说 局长你先请坐 那其实我常常在建议说 我们高雄市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那也希望未来是一个智慧的城市 那本期都建议说提升高雄市的竞争力 培养人才与国际接轨打造智慧聪明安全的城市 才会让整个城市带众发展与进步 那其实智慧的城市大家都知道 以科技技术跟公共设施为基础 然后发展符合城市的愿景 或目标的智慧功能 那提升民众生活的便利性 然后创造我们那个永续发展的城市 跟生态环境 那我也看了 刚刚也听了公务局的报告 有关智慧绿建筑 在99年12月的时候 行政院就通过智慧绿建筑的推动方案 然后发展愿景 在既有的那个绿建筑的基础上 导入资通讯应用科技 发展那个智慧绿建筑的产业 然后成为领先国际的典范 然后落实台湾建立低碳的政策目标 那发展的目标就是运用 资讯高科技的软实力成就 与节能减碳的绿建筑结合 那落实推展智慧建筑的产业 然后满足安全健康便利舒适 跟节能减碳的基本生活需求 开创建材ICT智慧化产业的发展的新立基 那这样的报告讲得也非常的清楚 其实高雄目前就是在我们的 那个智慧绿建筑跟智慧住宅 我知道在我们的那个大东捷运站 可能有公务局现在有接管 就是经营说 让一些住点人员 然后安排人家去参观 然后接受团体的预约 可是我在你们的绩效报告来看 就是102年的12月26号启用 到现在104年的12月31号 累计看的人数 参观的人数是21869人 那平均每个月911个人 那表示一天可能30个人去看 那对于这些智慧住宅的概念跟运用 我在这边先请教一下 公务局长有什么看法 那我现在再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 您针对这些智慧城市的那个界定 不只在建筑的硬体上 是不是在软体上也可以加强 那请局长回答 赵局长请答案 谢谢主席谢谢议员 其实既然知道我们甘股局和内政部建筑研究所 有在合作推出建制这种智慧住宅的展示场 既然知道这个位置是在大东的捷律站 其实你也知道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其民朋友来参观 让他知道真是什么叫智慧住宅 其实我现在在这里跟人家说一个住宅住宅的内涵 我现在开始在这种安玩家里 所以以這裡我想我們公務局在這方面要來加強做一個推廣 我是覺得一種很好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結合我們的智慧住宅 包括智慧的綠建築高雄錯或是我們的太陽光電 把它結合起來 其實有一個名稱叫做高雄錯的智慧建築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 就是把高雄錯跟智慧住宅來做一個重診 我想這方面我們會陸續來做一個推廣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局長真的現在當局長有一陣子口才非常的好 你講的這些就是我本來要跟你建議的都被你講完了 所以說你講的 但是我還是跟民眾來報告一下 其實我跟你的想法很像 就是說你這個想法非常的好 那因為我本來要跟你分享說 其實像環保署它也是有一些室內空氣品質 那它就是因為有規定一些空氣品質 如果沒有空 就是說空氣品質 如果沒有公佈空氣品質就要加以處理 所以說如果要改善我們室內的空氣品質 也是要運用一些這一些智慧產品 那如果說空氣中的CO2或那個PM2.5 現在大家很重視PM2.5嘛 所以說這個智慧型的產品就可以解決 這我是本來想舉例給你聽 那另外剛剛你也講到 真的就是說一些銀髮組是他現在大家重視的地方 那我們如果說可以因為智慧的產品 然後來照顧到這些銀髮組 這真的會非常的好 那剛剛你講到高雄錯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那我只是在想說你剛剛提到高雄錯 那高雄錯有容積獎勵 所以我是在這邊問一下局長就是說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智慧建築 是不是也可以再增加到容積獎勵 請局長回答 高雄錯其實坦白講是我們跟杜花群 共同在內政部衝撞出來的 這個是坦白講 所以高雄錯它是免激健庇 免激容積啦 我要譬如說透天處的部分 透天處的部分 透天處主要是說我們法定空地 不管是你屋前或屋後 我們就是你在屋前可以做路臺跟停車庫 你如果是在屋後你可以做老人住宅 這個部分 你如果說它大樓的部分 其實我簡單講一下 大樓部分 我們現在在推動三米深陽台的部分 這個是免激健庇 免激容積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那個通用的設計 通用設計 我們最主動就是說 我們家裡有行動不變的 行動不變 說如果你在屋前 可以直接進去 就是說你那個門可以用到八十公分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的 你的 預測裡面 是甘絲分離 就是說我們是大人 還是說我們的年輕朋友 有時候你本書 有時候你又沒有甘絲分離 你有時候 睡著 要擲著 這樣很危險 所以我們在推動高雄措 他們說 現在 目前推動的還不錯 謝謝局長 那因為你剛剛沒有回答到我問題 我說如果再加入智慧 智慧科技在房子裡面 是不是有獎勵的 這個部分 其實我剛剛有講過 高雄措是在內政部衝撞出來的 跟內政部這邊 研議了很多次 另外再智慧建築 又要把它加上去免建壁 免容器的部分 我想大家再研究一下 以上 再給兩分鐘 謝謝 非常感謝主席 那其實我剛剛高雄措我也大概再解釋一下 就是說其實高雄措是帶動 建築跟綠冷的觀光產業 就跟剛剛局長講 就是這個只有高雄的創局 是新的政策 所以說創造土地跟建築品牌化 然後有防炭、防災跟老齡化的設計 那其實大家對高雄措的認知 就是舉凡建築物設置就是景觀陽臺 或者是利用空間跟綠能設施 都能符合高雄措 那我也知道說 現在高雄很多建商也都很配合我們的公務局 在做高雄措的這個方式 那其實對於這樣的政策 我還是再請局長在最後再解釋 如果這樣子的狀況做下去 我們可以評估可以減少多少的違建問題 然後對於說這些景觀 對都市的景觀有多少的成效 然後還有說剛剛講的就是說 針對這些老人也是會有什麼樣的更好的作為 來請局長回答 局長請答覆 其實在景觀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都看到平面的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走在大樓 你看到我們 那些大陸有安全島上有種植棺木、草木 還有行道樹 其實那是在一個平面 其實我們真正的構想說 把景觀的綠色就是綠體化 整個綠體化 所以說有時候你走在大樓 看到我們的道路的行道樹 你抬頭一看 也會看到說 上面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的棺木 或者是小牆木的種植 我是覺得整個立體的空間 就是一個立體森林的森林化的空間 所以這樣是很好的 所以在景觀的方面 我是這樣的想法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我們在公務局的那個業務報告裡面 有看到一個房貪業務 那我不知道公務局為什麼 把這個也列在 再給一分 謝謝主席 他在業務報告裡面寫說 落實房幣作為 然後協助心理施政 針對違章建築處理 還有道路挖掘的處理 公共工程管理及採購等業務 會同業管處 然後課辦理那個相關房幣的措施 您那個具體的精進作為 然後加強積合內控 然後強化行政管理喔 那這個在我們的公務局報告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五年當中 所有的貪污弊案 就是我們公務局裡面是最多的 那所以說如果在這個部分 公務局也把它寫在我們的 那個業務報告裡面喔 那如果公務局真的要落實這個房幣呢 除了要加強積合 還有行政管理也要重視 那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您這樣子的報告裡面 是不是未來可以防範更多的弊案 請局長回答 我就舉例啦 整個結局案件 當然是以偽裝建築為最多 那當然偽裝建築喔 在我們處理要點裡面 當然大家都知道 有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當然按照這個處理要點 以及內政部喔 內政部也有頒一個 優先採處的原則 這是在偽裝的部分啦 其實坦白 我們不是說這個最多啦 所以我也會請我們同仁 所有的行政程序一定要完備 所以這個就是在我們黃灘 只要我行政程序完備 我們落實去做 我想這個部分 被人家選舉的機會 就相當的會減少 以上 好 謝謝李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許惠義議員質詢 時間20分鐘 好 謝謝 謝謝單位主席 我們的政議員 各單位主管 各位媒體 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那個 十一住行 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 缺一不可 但是呢 我想一個道路品質的好壞 不管是 攸關到一個環境的一個 環境的一個觀感 也是代表一個城市進步的一個指標之一 所以本期今天基本上 大概鎖定 我們這個道路品質 鋪設是不是有非常完整 是不是能夠達到我們一般市民朋友的一個要求 還有我們的工部門 我們在監督的這個角色 包括我們的業者在技術的這個部分 還有我們管線的開挖 它是不是次數太過為頻繁 導致我們的道路鋪設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品質 我想這個都是本期今天 大概鎖定這個議題來進行一些探討 那尤其是我們公務局局長 你也是學那個營建工程畢業的 我想這個部分是你的專業 本期還特別為了要質詢這個議題 我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時間 去請教一些業者跟專家 自己也上網也做一些功課 那我想我先來看一下那個poppoint 那我們先看到第一章 我想局長應該不陌生 當時你是養工處處長 這三年前本是因為我們鳥松區 深龍路跟美山路 在其實這個報導錯誤 是十個月裡面開挖四十四次 不計四十次 十個月裡面開挖四十四次 百姓苦不堪言 尤其是商家 那我想不只是影響我們商家的一些生意 包括對住家的一些出入方面的安全性 也造成很大的隱憂 但是本期今天因為鎖定的是道路的品質問題 所以本期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會整 其實會影響我們道路 就是我們的博友 這個部分品質 沒有辦法控管不一 其中最重要就是因為我們長期開挖很多的管線 那因為本期在三年前質詢的時候 也特別要求當時的公務局局長 我們應該要整合開挖的 減少我們開挖的次數 因為如果說今天 每一個不同的事業單位 因為工作商的需求 因為開挖的需求 結果呢 每個單位來開挖一次 結果造成我們路面不斷的破壞 結果我們即便業者 技術 不管我們提供的療 更多好 我跟你講 永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鋪得很match 非常的平實 所以我想 這個管線的一個開挖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重要因素 我們看第二章 好 第二個原因 這個是一個人口概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附近可能有某一些因素 有可能是人口概是不是有 因為進行一些的 修理的一些作業 所以導致這個地方是比較 感覺是比較新的 可是旁邊這個地方呢 很明顯是均裂的 那為什麼會造成均裂一些現象 好我們來看第三章 對不起 我們先來看到這裡 好來 接下來本期要請教一下 我們公務局造局長 我想今天我們的博友 這樣俗稱的點子 這樣看這個路面 基本上有分這兩種 一種是全新的料 全新的 一般來講 我們的工程人員 也認為 比較少的說法 全新的料 一定有辦法去控管它的品質 但是 其實我們刨除之後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刨除之後 這是刨除之後 沒有 沒關係 我習慣在右邊 好沒關係 改變個方向 來 那因為這個是刨除之後 剩下的這些廢棄 等於是有一個類似像廢棄物的感覺 那本期要去提到 這個部分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 瀝青粉凝土裡面有分兩種 剛剛本期有提 一個是全新 那另外一個叫做是 再生的瀝青 那裡面的成分裡面 大概是有包括有 柏油 碎石 沙子 石粉 那這個石粉是要做什麼 這個石粉是為了擔心 那在瀝青裡面的油 比你們太高的時候 我們反而導致這個 柏油路面 很容易因為重車經過 長期 壓那個馬路的關係 反而容易變形 所以這個石粉 就是要來有點 調和我們柏油的這個量 才能夠讓我們的柏油 能夠用的期限比較長好 那問題來了 那今天我們 刨除完之後 這些的 廢棄的 這些點子 要送去哪裡 根據現在的規定 廠商 要自行買回 如果今天 按這個點子的道路 總經費是五十萬元來講 大概佔了一成的比例 廠商必須要刨除完之後 自行買回 大概花了一成左右 的經費 自行買回 堆滯在 我們政府規定的 合法的一個廢棄廠 這個基本上 大概都是放在立競場裡面 好 那本席要請教 像我們的趙局長 我說知道 其實在幾年前 我們在這立競 很常被我們的官方也好 我們的廠商來使用 這幾年來 我們高雄市政府 應該不要講 我們高雄市政府 應該是全省的市政府 大部分 好像幾乎 好幾年都不再用這個 再生立競 我在這個地方 我不是要為任何廠商講話 但是問題是 今天我們的新的立競 其實它有很多的缺點 比如說 安心的鍋巴膏 它這個立競 必須要把它拌到超過200度C以上 但是200度C以上的時候 結果 因為它很容易 因為溫度過高 結果產生一些變質 變質之後呢 這些新的立競 雖然空地這樣鋪設的道路 看起來很漂亮喔 可是因為它不耐久壓 所以尤其是 比如說像我們地面上 跟我們山上的溫度 至少還有兩三度之差 住在山上的一些原住民鄉 他們的溫度比較清爽 但是我們住山下平地的 我們的 我們這個地方的溫度比較高 尤其是還有擋車 常常搞過的時候 新的博友 老實講 很容易就變形 但是現在依照規定 我們廠商保固期是兩年 過去是一年 現在是兩年 因為 因為 大概也是一方面技術的提升 政府公部門的一個要求 認為說阿里亞保固一年時間太短 所以現在保固期是兩年 但是問題是 今天我們 淘汰出來之後的這些釐清 我們現在目前 是禁止使用的 那禁止使用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的工程師 一般來講也感覺比較保守 因為過去可能也曾經發生過 一些比較不是那麼優良的廠商 可能在這個 再生利清的部分 它在轎料 不夠確實 因為我們的再生利清啊 一般的比例 百分之六十六星是新料 百分之四十是古料 那為什麼要含這個舊料呢 因為這個舊料呢 會讓我們裡面 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膠質的東西啊 膠料的東西 這個東西它會產生變性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變性東西不是變不好了嗎 為什麼還要用它 就是因為它產生變性 所以它才可以 讓我們的點子變硬啊 才能夠耐壓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的再生利清 它可以運用在一些 比如說溫度比較高的道路 還是比如說這個地方 經常會有連結車 大型的貨車重機經過的地方 它比較耐久壓的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用再生利清這個地方來施作 老實講 我們還減少我們一些環境環保一些問題 要不然我們堆積的這些廢棄的一些利清啊 廠商必須還要運回去自己 堆放在自己的利清廠裡面 那在這個地方 越占空間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那它可以運用的 工作場的地方 越來越小 那尤其又不能夠耐久壓 我們的新的鋪設的博弈 又不能耐久壓 產生這樣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所以啊 本席先請教我們趙局長 你先來回答 本席再提出我的看法 謝謝 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謝謝許議員 高雄市政府齁 不用再生利料 全部的利料都是全新的 對 所以高雄市政府是要怎麼來控制它 就是我們一天想要出料的時候 我們會進駐兩個工程師 是 第一個工程師他的眼睛在看什麼 看那個再生利料的那個孔 一定要把它迷紅掉 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們的工程師在看什麼 看裡面 他那些的表格的數字 看有沒有 有異常的現象 所以我們特別派兩個工程師 你要出料 我給派兩個工程師 就是駐場的意思 另外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要求 你在道路的重斷面跟橫斷面 一定要來做一個測量 譬如說我跑五鋪五 我們要控制我們的厚度 我們也要控制我們的航實度 所以說 其他人在擔心 就是說 我今天跑到一後 你就不能馬上開放通車 就是我要保持四個小時到六個小時的維護養護 而且溫度還要控管對不對 溫度還要控管對不對 溫度還要控管在五十度以下在車 其實有一種是溫度的控管 我們是特別要求 就是你要保持這個大樓的封閉 是四點鐘到六點鐘 就是說我今天要用 我的交輪的壓路機 或鐵輪的壓路機去航死的時候 如果是說 按照我們正常的頓速去航死 就是說 你再保持之後 你沒有要開放通車 你是在 航班做隊 這個我們 其實坦白講 我們都挨罵了好幾次 但是我們不願期望 一直在溝通這件事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養四個小時到六個小時 居長你剛剛提的部分 大概都是聽到在一個 新的釐清的鋪設部分 我講一下 現在就是說 本社就是要跟你探討 其實是這樣 營建署其實這幾年 有慢慢在push 希望業者能夠來 重新在幾年前 恢復再生釐清的這個部分 因為你不是所有的路面 都可以用再生釐清 它是要有條件的 它是要有條件的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們的條件 我們的道路的鋪設 我的地方可以用新的點子 我的地方可以用再生釐清的點子 交錯的時候啊 是不是比較能夠延長 安屬用倒樓的這個時間 它的實現了 本席是要講到這一點 所以我想先請教 局長 你對再生釐清這個事情 你有什麼看法 局長請答呼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剛才我告訴過高雄市 目前都是全部的全新的力量 那當然再生力量 會產生另外一個環保的問題 其實我也跟一些專家跟學者 我也不要講名詞 我們大家一起在討論 不然你這些再生力量 這個環保問題 要如何解決 是啊 所以他們也在提出是說 不然我們 譬如說 100米 6米 6米 6 或者是 次次要的道路 是不是來用再生力量 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個我們可以再來研議 這事情 總是有一些專家協責的 paper wall 用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使用上 在我們的次要道路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我們會再來做一個考量 局長 你先請坐 本席先提出一些看法 因為剛剛本席特別去提到 因為我們的新的專家 他在辦這個料的時候 他必須這個溫度 要提高到大概200度左右 大概200度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他會導致我們的博弈容易脆化 什麼叫脆化 就是 你看我們的專家 這個叫脆化 就很容易均裂開 那所以就會導致我們的道路 使用的期間會變短 所以現在秋衆的報告是兩年 要搞不然不夠一年 如果這個道路 尤其又是 重車經過 而且這個地面 溫度會非常高的時候 尤其現在台灣 氣候濃化非常嚴重嘛 溫度越來越高 所以啊 他的使用年限越來越短了 所以局長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讓一個道路的鋪設 使用的時間比較短的 其實我們就是在節省公堂 而且你想想看 使用的期限變短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嚴重問題 你是不是要重新鋪設 除了花掉我們工部門 納税人的錢以外 他還會製造公安的問題耶 倒入店鋪的時候 有些人不小心在這個施工的地點 還會發生公安意外 那還有我們的再生利清 不斷的 不斷的刨鋪 全部都堆滯在利清廠裡面 不得動用 所以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貝秘醫行 其實幾米以下 來試做這個再生利清 本系沒有意見 畢竟我不是這個部分的專家 局長是學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可以 我跟我們的專家學者 包括可以跟業者 來共同討論 為什麼 其實業者 或許他的設計較不高 他也不見得是本科系 但是他是老經驗 其實有時候 我們可以結合我們的學理 跟臨床經驗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 媚取下來 其實會達到比較好的一個工程品質 那尤其啊 我想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再生利清 我們跟他走說 他的技術不夠 要第二 這個過程 如果頭髮減了 我明明跟他規定 本日六十 你要挑新鋪 本日四十是股鋪 結果有放你這個比例跟他掏啊 那如果擔心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公路總局 現在 又一套系統 可以來做這個黏制度 黏制度就是他的比例嘛 黏制度 點到裡面最重要就是 黏制度這個東西 的這個 一個專有名詞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黏制度 現在目前 有透過我們的TAF的一個認證單位 這個不是公部門 這是另外一個公正的單位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要防備 我們要預防 我們要預防 業者是不是有放的頭料 不實在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另外一個公正單位的時候 我們來控管我們的品質 但是我們不能夠因為保守的心態 我們怕說會出問題會頭料 要是到 這樣說不定完 是到要再驚慌 驚不完 結果我們的作風非常的保守 導致很多的環保問題 甚至浪費很多的公堂 不斷的 不斷的再重新鋪設這些道路 結果每次的問題都一樣 局長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問題 好好來 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好 局長你先回答 好不好 局長請到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許議員 頭頭我老說過 再生力量如果不再使用 也是一個環保的問題 所以我頭頭我老說 我也跟很多的專家寫者 就在一起討論 這個問題是要怎麼用 比如說你要用再生力量再來做 就是我們製藥道路的部分 製藥道路的部分來先行處理 但是至少有要有這些 paper wall出來 可以證明 這個再生力量是可以使用的 我想往這方面來先探討 再來處理是說 再生力量要在多少道路寬度多少以下來處理 我想從這方面來先行研議再說 局長我想這個部分可以來進行研究 好來你先請坐 來本席再回到前面這個地方 本席要特別去提到這個人孔蓋 我昨天晚上特別坐在大馬路旁邊 在那個地方一直去觀察這個東西 我在想 為什麼今天我們的人孔蓋旁邊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跟我們的博遊道路 它可以很平整match的鋪設 原因在哪裡 局長 因為有但是 我們在施坐這個路面的時候 因為人孔蓋這個地方的事業單位 並沒有同步跟施工的單位 一起來配合 因為今天我們的人孔蓋 它本來就是高於我們的路面這個地方 但是呢 因為今天我們的業者 比如說可能這附近的博遊 有可能軍列的嘛 他只是修補一小塊 他沒有辦法很平整是因為什麼 在時間過程當中 這個人孔蓋沒有取下 往下降高度啊 所以導致今天去 空鍋跟他入車的時候 他剛才可以空到這裡而已 這一定要跳過人過 他沒有辦法很平時啊 所以啊 今天 開車 經過這個地方壓到人孔蓋 我想一定會有聲響 但是 汽車 畢竟開的是四輪 它的安全性 還是比較無語 它只是產生噪音問題 但是我們的機車騎士呢 尤其我們高雄都騎起車 面穿又非常多 很多機車騎士 有時候 因為可能要閃避隔壁的車輛 那再加上又 騎起人孔蓋的心 而且又因為兩輪嘛 比較不容易平衡 出起的心 有時候 就很容易導致我們的車禍發生了 所以局長 我想這個問題已經很多年了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 在我們施工的同時 可以來匯整我們的事業單位 也把人孔蓋下降 讓我們整個博友鋪設完成之後 人孔蓋再恢復 那這樣子 我們的道路不是平整多了嗎 局長這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在監督 局長請答應 謝謝議員 其實我們很早就在做民生管線的聯合開話 我們說今年 今年到四月底 我們在核准聯合開話的件數 差不多354件 我的記憶是354件 如果不用這個制度來聯合開話的話 這個數字會達到800多件 所以在民生管線的聯合開話 是非常的有效用的 同時啊 我們也成立 我們今年 也特別成立一個 審查特別小組 就是我的同仁 就是每天他在巡邏 只要說 在道路挖掘的部分 我的同仁就是去看 你有沒有按照我們 道路挖掘的標準 來做一個處理 另外剛才的議員 在說人孔蓋下地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在說一句話 今天這個人孔蓋 不管是什麼人的人孔蓋 這個人孔蓋 可能是三年 還是五年 比較開一遍 我就不知道你那個人孔蓋 為什麼不下地 所以我們跟台電公司 跟其他 譬如說電信公司 或其他的管線公司 我說你這個人孔蓋 有必要下地 你就來下地 不要說讓我們騎機車的市民朋友 為了人孔蓋要想 還是人孔蓋高地不平 又發生危險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這些措施 其實坦白告訴議員 我們都有在做 以上 請再給兩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局長 都有在做 但是我們看到 還是很多的事業單位 並沒有配合 並沒有配合 這是事實 所以我昨天就故意 坐在大馬路旁邊 我就一直在看 有多少部機車 會告到這個人孔蓋 那他的表情是什麼 然後他的智力動作是什麼 第一個表情都是什麼 先嚇一下 先嚇一跳 然後他都會動張希望 幸好旁邊沒有 沒有汽機車 所以局長 這個部分 我們不只是要求 有沒有什麼辦法 請他們一定務必要配合 這個又關到我們很多市民朋友的 一個人身安全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施工品質的問題 這個事情很嚴重 看似小事 其實卻是市民的大事 局長 嚴格來控管一下好不好 好 來 你先請坐 來 因為時間有限 來 我想 像 在我們這個熊本 上個月的這個地震 然後 我們看到這一張 顏色很暗 有點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 PowerPoint的 儀器的關係 其實在電腦裡面是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熊本的道路 因為地震的關係 它已經坍塌了 其實它是一樣 是一條道路 它是坍塌 那其實呢 我從電腦裡面看的 這個資料裡面 是顯示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 沒有辦法實際去量 但是我們目測看起來 一空的點子 比安東比較厚 比較厚 那我們也都知道 日本的這個道路品質 是非常非常好的 要不是因為日本是一個 地震頻繁的國家 說實在 它真的還不容易 會有這樣的景象 所以局長 因為 這個日本 為什麼它不容易 產生積水的現象 因為它很多瀝青 都是用透水瀝青 所以 它的瀝青裡面 甚至感受都沒關係 不容易 這樣下去 晚上人家跑通了 會來不及 再給一分鐘 好啦好啦 謝謝 這個都兩分三分 會延長大家的時間 好 對不起 再一分鐘 但是因為 台灣這個地區 因為日本病是乾冷的國家 我們台灣是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怎麼講 比較潮濕的一個 氣候的國家 不一樣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 還是有很多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 增設這個鋪設道路的時候 旁邊是沒有其他的排水系統 因為一些古龍都有這種現象 所以在人大公共區附近 也很多道路都因為下雨 就積水 所以局長 我希望你能夠利用時間 利用時間 交代底下下屬的 一些的人員 能夠進行一些勘察 針對有一些沒有排水的地方 因為雨季快到了 這個地方很容易 會因為沒有排水口 導致我們的積水沉災 我想時間的關係 局長就不要再回答 要不然大家就覺得 耽誤到時間 只剩10秒 那局長 我們共同要努力 謝謝 謝謝會議員 我先處理時間 像大會報告 我們延長會議的時間 到我執行完以後 我們在上會 還有 李 沈英章 沈議員 張文睿 張議員 還有鄭麗彥 鄭議員 謝謝 現在請 沈英章議員執行 時間20分鐘 我們跟我們所有局長 大家晚上 對抑鬥問得更厭 空議員 可能 比較優心 所以問得更多 要跟大家感謝一下 不要太久 本帥 先感謝 我們所有團隊 對我們幹部系統的認真 要鼓勵 不要想過這筆 我先讓大家團隊 大家正義真 尤其在任務所有的案 我現在要講 是 高雄生活圈 可以在任務做同一個 這裡這裡 這裡我再參加一個公廳 我們認真 我們認真 這個案 這個 所有的 在歐洲 任務 所有的大城 驚望期待很久的 一個案 差不多十五年以上 因為 為什麽呢 這個案 就是 工廳 蓋了很多 人家靠的流動 很多 所以發生很多 車禍 所以我就在政策 政策說 在人家說 趕快開票 總理 我說 不簡單 我們幹部局長 可以跟所有團隊 趕快拚開 在政策 這個幾月 我去請問局長 那些幾月以後 差不多四間點 差不多多久 可以來完工 這樣 那個人信錄這個 按照這個桌子 來看的是 都市計畫區外 頭前這桌 裡面 九百三七公圈 後面一千六百公圈 那桌子叫的 換 因為這桌 這桌 你會做 你說 前前這桌 先做 後面也萬做 當然要做 是做會做 比較好 這樣 這樣比較好 我想這條 可以做 我們議員 嚇到 要做一十了 當然都是計劃區外它會涉及到定線的問題 你要先定線嘛 你定線出來也要透過都計的問題嘛 我就是說 阿伯先生你剛才在做阿伯要給你那些經驗 就是叫我的 我想那個報告議員 其實公務局這邊很多行政的作業都是同步在進行 譬如說阿公在這個問題說 我在定線的同時當中 我也可以來做一個規劃設計的基本設計 其實這都可以同步來進行啦 所以在騎乘上 當然同步來做 當然會縮短騎乘啦 這我們怎麼會這樣來做啦 我們接我們剛才這個 這個報告書裡面齁 一百二十二十二月 這是可以這樣是很好啦 要求求的要拜託 就是說 我講聽的時候 有很多青雄工廠在那裡說 我們家齁 我們家要簽過啦 我們家十二米就好 不用開到十五米啦 所以我更堅持是說 這家裡你開一定都十五米 不要因為無人怎麼 要開十二米 開十米 那天我們 我們可議員後資生嘛 要開樓啊 不然因為個人的 說我那些機械在那裡 我家庭下了啦 我家庭下了 可能要聽到 所以我拜託就說 這十五米就了齁 要一條線 這樣可能圓正 不然高飛的人齁 我這裡六米 本來這個路頭這樣啦 有六米到十二米啦 九十米 所以車好連連 本來開車的人說 這條都十二米 還不能比六米 再來就是說 電火條 看能不能一併 跟六港 六町 用到超化島 安全島 我拜託 看有可信性怎麼樣 去評估看 不然電火條齁 從政客來說 電火條 龍死人 那個電火條 龍到電火條 騙他不夠多 希望說做一遍 我們現在比較先進了嘛 過去因為沒辦法 大家在門口裡都沒辦法放 我拜託說 這邊如果有機會 把電線 把電那條 一併下降 再來第三點 就是說 趕緊定案 定案之後 趕緊把通知提出 說我這裡要開樓 沒有很多人 過去很多人都是 政府要爭取 沒關係 開一個圓中 讓政府來賠償 我在說 政法籍一樣 零五產業延期一樣 現在蓋得沒辦法四處 還有時候 你要蓋 還要爭取 再爭取 再爭取 一爭取 要拜託提早 我們叫做提早 最熱 跟提主通知 不要再違反使用了 我們這裡有 要爭取 開這條路 這樣好不好 這位 給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 我們依據在今年的 六月到七月 最慢也不會超過八月 我們會把整個定線 把它定下來 至於整個道路的開範 跟我議員說的 就是染線下地的部分 這個我們會做 另外我們要給議員報告 就是寬屏管道的部分 這個我們也會一併來做一個試做 剛才說我們的樓上 或者是我們的潮化島 安全島裡面 要如何布設 在完成基本設計之前 基本設計之後 我們也會跟議員來做一個報告 好 感謝 我想說這個問題 我當作自己的問題 可以協助 我們局勢來完成 拜託 更困棄 來 你請坐 紅棟的官司塔 我說 我說 我們所有的三市 發展三市 一定有一個地標 您有一個地標 大家看看 這以前 我很難聽 這支塔 就是 我做營店的時候 我們高壓店 已經漏工 漏工 我跟台東說 拜託的 留一支環 環做地標 這支 這支開了 隔壁 開始在通信 隔壁 隔壁 開始在走 來到 要到高雄 就看到這支塔 大家趁開 喔 高雄到了 大家很開心 有更 還有希望 這支我總共開兩千幾萬 包括電費到我四十幾旁 現在變成這樣 我在想 我在想 到底是怎麼拿來 把這些工資 整個都拿來 沒人知道 究竟沒有 這是怎麼拿來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 跟我們的同仁跟我報告說 有一些老電 會 只要是這兩個原因 好 因為 過 這部都換了 我不要再對這個 我希望說 這個工資 還要再開 因為旁邊做生理 那有一個 你們可能沒看到 竹地 一個海產店 旁邊都是雅琪 因為這 替他 所有的店 打了之後 生理賣到三分之一 多少十幾 說真的 不是這樣 美女就跟他說 你是怎麼 你是 沒有做三分 就有人就跳下去 我想 可能其他的 婉姻 我也可以說 這個 什麼 你如果說 你現在看是這樣 你到國內 坐高鐵 你不知道可以選擇 你看不定標 變這樣 這真的 只要欺負 就對了 有機會就給我們嗎 局長請 謝謝主席 謝謝神院 從兩張的照片圖來說 坦白講 差異非常的大 所以 人武的這個地標 光之塔 我想左邊 當然看起來 非常的好 這個我們會 來編列來預算 來把它放亮 以上 我想不要牽採著啦 買著就做得比較漂亮 讓高雄切這個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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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高雄切這個地標 我們要來說 真的漂亮 我們平民建立基地標 我整個八個 在公園那基地標 那基地標沒有定標 嘛 啊 平民你看 沒人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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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麥芬 啊這也是一樣的 這以前本來 有一個咖啡店 直接在經營 我們政府公所也沒有負責任 公共局也沒有負責任 幹部局也沒有負責任 我都不知道要怎樣 那個時間點一百零一年 那個時間點 那個青春不有那個人 阿伯叫我 聽著聽著聽著聽到一千萬 當早了 當早了我也很感冒 說我沒有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剛才跟我沒有講話 放在台中 沒有要插你們在這裡 他也很拜託 當初我們拜託他來開軍這裡 來營養這裡 一個月又叫你們兩萬五 經營很好 我們沒有在這裡 沒有在這裡 台中全部都在這裡 這點我是拜託 我們幹部局這裡 再變一個經營 跟回合回來 為我個人 為了公司發電 你看這電線 旁邊 網堂 沒有人在整理 沒有人在為 這裡這裡有比較好 有說 我們 用工廠這裡有去處理 我拜託後面 拜託用工廠 要再注意一下 因為這裡 雅七的人很多 不知 拜五里看 幾萬的人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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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這座 我們所有議員 都在法國 特別說法國的巴黎鐵塔 這支花多少錢呢 這支開銷 我目標 用台幣 要三百億 當初 你蓋這支塔 這支塔的時候 那鐵是跪得 比比金更多 這支塔 要蓋裡 我們剛才 議員 我們這科菜團 要蓋裡 這裡 拜一大三點鐘 我們還有鐵管 套貴 主要辦事處的 這個 這個處理 拜託 安排一下 簡單 一點鐘 一點堆 這支塔 可以帶來的法國 這巴黎 很大的三支 好 一趟到他們吃五百 這支台幣五千塊 人家就像古早時代的這幾百年 人家就我都去這個 我在做你的比稿 我希望說 幹部教 你如果重視說 高雄的 這個三支 你希望說 董旁 有人家做一個 比較漂亮的境 不敢擔心而已 走機長你看看 我也希望說 你如果有機會 帶出去科宅 科宅等於我們做一個比稿 現在還有一個國家 要花三百二十四億 要去一支台 我這個小小的一支台 花兩千萬 這 待遇 這說明文 不可以漏差那麼大 跟你說 拜託 在近年以前 在過年以前 你如果可以更快 整個月 我看一看 我看到你們 開的錢 你們青菜 你不要用開口合約 青菜用一用 這樣 這個光度不夠 也不可以 要很燦爛 不可以暗淡 就像你現在在笑 好來 本市各位明星 我們銀營爐 我們銀營爐 在我們城關路 到銀營的旁邊 第四大堆 我們新工廠 開一兩千萬 做我們消風大堆 第四大堆的 這個辦公廳 有 應該在今年 對 已經要完工了 一定要完工了 現在這條路 我知道有問過 這條路就是在 我們城關路到 日本高中的旁 總共五百七十公尺 在民國六十幾年 民國六十二年三五二八 我們的 道士決定 便定 十二米 你現在去的你出去看 我很煩樂 你現在 六成之後 車子 發生 火災什麼 要出來了不知道要怎麼走 這條十二米而已 以前的權量沒有那麼多 當初在幾個民國六十幾年 到處已經四十三年了 他也不懂得怎麼 任務會變那麼多人 任務已經比較有九萬 也不是任務人會走而已 因為那些工廠很多 我要拜託我們的剛才 大局 拜託你看待會兒個案 佔頂這條路 這條路在 一百坑二年 一百坑三年 一百坑四年 總共發生 一年都一百美女的車子 已經四六年了 包括任務高中的家庭委 副委長 所以也車撞起來 這個所謂的是 我們警察局所統計 政策道路 在任務中正路到成關路 國道四月下 五百七十公斤而已 拜託說 專案的佔項 因為要配合我們任務三頁方向 在一百坑八年 一百坑九年 要開始要起黨 任務三頁方向整個月 在這附近而已 把這條路都變成 二十米的 我請 我們的李局長 主席 李局長請搭 可憐現在怎麼樣 現在十幾米 幾號有千號 不然 還是不用一年 只要一百幾公斤的車子 五百七十米而已 你的董事提供給我 五百七十米 這條路 從成關路來到中正路 請坐這裡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那位 代謝審議員 我想 道路要拓寬 牽涉的佔項 我想 之前要有一個虛地機關 和交通的轉業 去佔項 如果佔項之後 他覺得 比較是說 要拓寬多多 比如說要十五米 還是要二十米 這 這 對他們的賓國 的佔項 我們比較來 對於條件 年來 道士教會比較來 一行變境 這相對的當然 他還有一些可行性的評估 要去做 包括說我們經費要在哪裡 這頂頂我想 可能要有一些前置作業 因為道士教會 不可以說我今天 主管上 覺得說要變二十五米 就去變 我知道啦 我是來講 可憐性評估一下 我五月前 我們辦一個肥坑 我們跟武修組 來看一看 我們要派人做的去 很破綻很虛弱 以前沒有發生到這樣 現在很嚴重 我開始拿這個案 我知道 這個可行性 要去評估一下 你先到道士 叫它變境後 靠我肚子去開這個樓 才可以 才可以變道路用地 因為隔壁 土地沒有問題 隔壁都大壯地 整片都大壯地 是這個 國中以前去到這裡的時候 才是國中而已 現在完全中生 學生很多 學生要來都坐隔壁車來 不是很容易 所以產生這個問題 我拜託我們剛才在這裡 五月十六 派來一個肥坑 有問題我們的派人 這位去看 學生的家庭也很可憐 要特別拜託 所以 這要注意 包括我們第四大堆 開始要啟動 要啟動就是面臨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要提早去隔壁 去隔壁 去隔壁 這個問題 我們來處長 你看看這什麼市場 來處長 處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市民議員 這 看起來應該是很大壯地 五百 所以 本市民議員 去年就說過 我們要選一個市場 很多人說 補助市場 說這市場不能做 其實這都方案 你說要看 整個路面 連身部道 全都打贏 香港市場 他要選擇市場 這個一定不行 包括我 也不用再保留 要當你割捨 這種市場不可以 不行 社會的人 跟這兩人 統領中 唱零唱 我剛剛對市場的研究 這是破壞而已 如果要選比較好的市場 越正越高 選越來越高 選越來越的市場 你的負擔 負擔越大 如果要投入豪胎 這個同學回來 那些公司 或是說 整個土地都抑制 所以拜託 如果有人說 要叫你們說 這個市場 還衰於你們 修江 修江那篇 那我一看 那些人都知道 真的 這以前 我們民國六十八年 正義賣台灣 為了台灣 統領中的市場 黑房市場 以前黑房市場在做什麼 中央包裝的 這大得很快 跟少爺男人一樣 這兩項 不能再贏 現在要做市場 我 跟我們長領 建議 要做市場 做幾片 代表高雄的精神 以前高雄的市場 木棉花 板枝 我們健康市場 鳳梨姆 鳳梨姆來種也不錯 因為鳳梨姆鼓勵開很多 近年沒什麼開 鳳梨姆 鳳梨姆增得很大 才會開 譬如說 孫市場的時候 要拜託 我們用工主 比較認真 因為 有時候學者說的 不一定對 撐我們台灣 撐我們高雄 你不想 撐台北 還是撐那些 沒有東區 撐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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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也沒有東 我們議員頭前 撐這裡 這是算統順的 這些企劃算統順的 如果其他在家裡 撐五月桑的時候 都撐台北 要撐我們南部 去樓梨姆的這個企劃 還會開火 拜託你 好 謝謝 沈議員 現在接下來 由張文睿 張議員 諮詢 時間二十分鐘 那向大會報告 等一下我們請 李順敬李議員 來當大會主席 我們台北主席 我們 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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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秀祖 我們所有 國單位 我們這些局處長 所有這些科長這些主管 我們有的所有這些動員 電視機頭前所有這些市民好朋友 大家的興奮快樂 大家好 本身呢 這次要說的 台北都是幹部局的工作 修宣呢 我要說到 我們台山 我們路德堂 那已經 合併來 這五年多來 我已經說過文變了 但是我覺得說 到這次都 無動 愚重 我是覺得說 如果他我知道 有可能台山 對南自宅 應該每個都很高 因為他剛才路頂 中山路 那到底 都總是幾公里 應該差不多兩三公里 不然很高 我是覺得說 這個事情 是就是 讓人感到很驚喜的 這個工作 為什麼說呢 整條台山 可以說在路頂 現在路口 來在那裡 每次出業的車 你用那麼多 可以說 那現在可以說 對 那些 祖母的人 對大地路德陽路的人 感覺很不公平 地方非常多 可以說 在最近選舉的時候 有才去六點 剛好五點或六點 我跟那個區立委 區主委立委 在那站在路頭的時候 他在那裡整個人在說 好 屬實真正不知道說 那些車輪會這麼多 這麼複雜 所以 我要再說台一山的問題 因為 剛才發病後我要說的時候 我有一點心寒 有一點在那邊 我如果說下去 一些反對的人 會對我怎麼會 結果我一順說的時候 之後我去路德照頂 我說了 多一天 就有兩三個 腳電話跟我說 那你如果不是在路德 為什麼你一直在說路德台山 一定要很寬的 那怎麼怎麼 我家在哪裡 我說 剛才我聽到 差不多一百個 差不多有九十五個以上 都同意說要聽 他們說要聽的原因是怎樣 因為事實說 那時候二十幾年前 補償費 應該差不多有八分之八十 都領的補償費 有存一部分不領的 都拿存在 我們發音裡面 那為什麼他們這次 翻對的 都覺得要聽的 因為這幾十幾年來 因為大家如果 經過路德 中山路 台一山 大家應該都了解 那家庭 可以說都幾百年 幾十年 幾百年的家庭 在那裡 沒聽 在那裡 甚至還沒做生理 要整理還沒整理 改建也沒改建 要做也沒做 所以他們放在那裡 所以他們當時反對的人 覺得這樣不對 我反對得不對 現在他們都來找我 說 議員 還建議說 台一山很高 當然我剛才說 市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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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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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條路是怎麼說的 真的你說幾條沖繞道路 對高雄到台北的確定應該不聽 以前我知道不聽的是 計畫頭跟路頂 但是計畫頭我其實差不多 在那個學兵那時候 學兵前 聽到做到我們學兵後就做好了 所以幾條路就是頂路頂不聽而已 沒有很寬而已 所以很多人都這樣跟我說 所以這個事情我已經說過文變了 我是 我會記起是那個 我們學立委員在一百零一年 他都算沒多久 他就有 他就有 交通報要求公共交代理交流 開一過一天講聽話 那個共識 就是大家也是都說要聽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講過那一遍 到現在都 有種疑種也都沒有動作 我不知道說 是 我們的 那個幹部局這邊 對我們台上的突然問題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辦法 是不是趕緊在奧求 我們來做可行性的評估 經委要怎麼來 要怎麼 向我們說起來 我們這次整個立委 我們高雄市場 大概十幾世的立委 現在完全執政 現在 我們一段沒有理會 人家說 以前就是中央市場 所以 是不是聽 要聽處長還是局長 再來回答一下 主委 代理送來的問題 謝謝 謝謝議員 因為這樣說的就是 我們六甲堂 就是要為二十個公尺 拓寬到四十公尺嘛 其實土地都OK了嘛 都是已經取得了嘛 只有第三屋的拆遷嘛 所以 市那個 估計委員 我們很關心 市委齊也召開這個會議嘛 主要就是 拆除的問題而已嘛 我也知道 那個捷運 也是要再加強溝通來協調嘛 但是 對長遠的來說 這個路段 是要開闢 對長遠的來說 是比較好 因為這是公路總局的 這是台一線 所以 在整個的 拆除 在整個的 失色 也都是由公路總局 來做一個主導 以上 教長李先生 我也知道 說 那是 共用交通報的問題 但是 我們新委 我們現在已經 那個 年發市 我們新委 這個地方一定 要去政府 要去計劃 要去設計 我都做啦 你一年沒做 兩年沒做 這樣 以防已經二十幾年了 你無貴的二十幾年 一直沒做 事實說 我覺得 那些沒做真的會方笑的問題啦 我們高雄七是 全國算第二大都市 全線 整個線 都每個都各種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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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大家共同來做 是不是 再來 要求立委 再來要求中央 後面 動作要怎麼來 可聲聲評估 要怎麼來 叫工作 開始 協調 情緒的問題 有的沒有這些定屬性來做 這樣 有動作 這樣到我都沒有 一次我已經說了五年了 我這五年來 今天這次 說過地區一遍 我也忘記了 我是覺得 我說那已經最近 我賣了 我賣了 賣了 現在也沒有賣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拜託我 叫我還要說 所以我今天特別 在安革命消息 這個問題 我特別提起來說 所以希望安革命局這邊 局長、處長 大家共同來努力 包括我們都發局 共同來努力 跟台一山這些 可以 看得到 市長那邊說的 說 他 全兩黨七國外國的任期 他要跟 高雄的應該建設的 應該做的 他有成立的應該做的 做不完 有沒有做得好 所以我希望 本身希望說 換個法党在市長 存兩黨 我的任期 在市長的任期 有法党跟台一山做得好 局長 不好意思 謝謝 再來我也是要說 幹部局的事情 那個 那些 黑來東方路 有一隻 連陸道路 那些我也說過我那邊 在 路德那邊 加上黑來 都好像一千兩百幾公里 幾公里 在路德那邊 可以說 那條路是趟安路口 那條路如果找到 可以說 在家庭 在 黑來 要來 可以說 要來那個 路科 要去路德那邊 有帶來 非常大的 這個 好處幫忙 可以 交通 部分 國民都可以說 省很多的 這個 時間 所以 講過我那邊 已經 我們市長 就這邊 百日 讓我們在黑來 公所 做可行性的評估 已經通過了 我知道 有 其中的 有這個五百公囚 是 道市 叫我 的 所以一定要 經過 做 影響評估 我是覺得 那過去 在管復的時候 可以說 不管工作也好 不管管 管復也好 那根本 都沒有做評估 甚至 說實在 我是覺得 那如果 不用 那五百公囚 那邊 不用 我們幹部局來做 不用新幹部局來做 那根本可以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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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道路 叫農業叫來做 就不用做 那個環境影響評估 他 變形做 那個 土地界位來倒路 那裡有一個五百公囚 其他有一個 七百公囚 那就是 就是叫的來 全部 咬起來 一千兩百公囚 我是覺得 那條 當然 賓國 那裡的車 我看 他掌收費 全部好像 差不多九千萬 左右 那條我也 跟市長報告 但是 我是覺得 他那裡 會土地 八十幾歲 台湯的 八十幾歲 水裡 火的地 可以說 雖然的地 還減百分之多少 政收費 到百幾萬而已 那裡 如果靠掉 那裡的土地政收費 起來 應該差不多五千多萬 來做就能做起來了 那裡做起來 對 後來 對家庭 對路德 可以說 有很大的幫助 我是覺得 那裡 那裡 一十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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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剛才這篇 要評估 已經有 叫公司 已經 通過了 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不用評估 比較快 那裡 五百公囚 叫農業機來做 後面七百幾公囚 應該來 用我們的幹部局來做 我是覺得這樣 不然 我來請教 剛才的理事長 那個地方 應該 應該說一遍 應該你會稍微知道 是不是先回答 請 高法局長 大家好 謝謝主席 謝謝長議員 這條路 我跟議員做的現場去看過 那 現在牧前 政府議員 剛才說的 他一定完成那個可行性的評估 那現在副公司 他在辦 政策的組織 然後 我相信 經激我所了解 是 可能差不多五月底 他的副公司 會把這個政局的方案 他的 簽一個公文 他 他的 腦間 任何 他 搭 這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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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貌 總之 他 他 陪伴 他 你 他說 他 他說要再評估 如果評估的時間 他要多 他不是評估 他現在在課程性評估 然後跟國同局討論過 所以現在副公司在辦訂算的組織 我是說 形式上他聽出上他就要請一個公文 就說我要把這條 就是叫變金跟整個開闢的整個 包括都跟非都裡面的這些部分要該怎麼處理 那他的回答上 包括說我們的民進局我們的幹部局 還有土法局 甚至電進局 他的回 在這條道路的開票的部分 那如果有一個綜贈的意見 那如果市府要去做一個決定 包括說經費的來源要在哪裡來 那聽出什麼職局處 給他付出什麼樣的工作來創生這件事 我說的這個是 我知道教長 我現在是說 如果真的有開始 這次要開始 你剛才所說的所走的 這個聽出開始要走 這樣差不多要多久的時間 如果市府說經費沒有問題 就開始大約多久的時間 這還有 當時給我變金的問題 所以我實在是 還有工程四天的問題 這還有經費來源到的 這我實在是 是經費我真的有跟市長說 市長說 市長也覺得那條很需要開 因為駕駛那邊都開了 去就這樣駕駛那邊 我是說 這廳市已經說到現在 差不多兩天 我兩天的工作 庫公司最近他完成 他在駛駛 好 該屋的情署 換錢我們來當家宋的家宋 我是說 那個局長 包括這樣 我們的幹部局長 你什麼 我是覺得這條路 拜託你 那地方很多的 真的給我認真 很需求 那條路用起來 真的有那個經濟駕駛 所以我希望兩位局長 有什麼加油 有關大陸大家 給互相加油 還有一點 我今天所說 都是建設的問題 東歐廟 我也記得 東歐廟那條路 趁我們台四十 四十三條的那條 像一百塊兩年 就發包出來了 發包出來了 結果 不要說什麼 是那個 那個 水口 超過一公里 說要再做環品 那種一百塊兩年的經費 我不知道要有保留 到底是當時跟 平均 我知道已經平均過了 到底平均過 到目前是當時買 當時買 當時要當天 是不是什麼新工廠 我們做一個 補個 補個 做一個 補個 感謝 感謝主席 感謝長議員 有關 東歐廟這個案 它是這個 水報跟環品的部分 剛才通過 因為設計圖 本身必須要 建議環品的結論 跟水報的意見 來做修改 真幸福是在做修改 因為經費 我們現在有提報一百塊六年 所以我們這時候 我們在十二月的公告 公告 都要招標 經費到位 一百零六年 經費到位 我們就會絕標去施工 所以不好意思 我現在說 它的一百零兩年 一百零三年的經費 現在發報 那是已經 已經用去包圍了 所以現在一定 還有一百零六年的經費 我當時 年底到我當時 發報 是 是 我剛才問 我也問什麼 我忘記 問一個客廳 還是問一個主管 他跟 那個經費說 要再保留 我說有一次保留 保留兩三年 我是覺得那條 地方 都知道 就要做了 發報了 還沒做 所以那條 我是希望說 已經都 你說 國方面都已經評估了 好 到現在已經 這樣說 說 說到幾個年 在演奏那邊 在原管中的手 他就在演奏那邊 做到我們餐廳 這邊我敢放的 不做 要約真的到那個 小鮮車已經 沒多過兩台車下去了 我會覺得 那條 屬於現在 當路廟那邊 通演奏 還有一些油籃車在走 油籃車兩台就不收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條文啊 好來 你請坐指定 這個部分 我們會處理 一百零兩年 這樣我知道 我就可以 鄉文鄉親 如果 我可以 解釋 說 好 你請坐 謝謝 沒關係 你請坐 文靈小鎮 還有兩條 我只會說 還有一條 就是 一三八七條 應該處理 去看過 局長應該都去看過 我知道 已經做 到現在 可能做到 將近兩年了 我知道 他的工具 可能到 七個月 五六七 還有三個月 我聽 我 張家後在說 他說 工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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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完成 百分之七十五 定義就是 要百分之二十五 我不會完成 我說做兩年 完成百分之七十五 要求 這樣照顧 還要百分之二五 做 應該要做到 八個月才會好 尤其可以說 這次來 接近五季 可以說 這兩三個月 都無期的時間 我覺得 那條路 實際 真的要做太久了 那裡有 很大的 不方便的地方 整條路 一台車 兩台車要燒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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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我們說 前往外長路去看那些世紀圖 說 那些圖是 那些 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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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 東西 西東 東和北要負責 我不知道 正在去看一看 和大安市政府 他們那個 他們的 幹部局 他們的工程師 來 我拜託 以前的議員 現在做了 市委的王庭屋 幫他努力 我不知道說我們這次接受了那條橋 因為那條路如果做起來 定義十二米嘛 那條橋 差不多三四米而已 這樣真的不合比例啦 是不是希望齁 再努力一個 我有跟我們 那個說 十六十七 跟我們稍作 抗爭的時候 我要去努力 包括一三八 那個 再來抗爭一遍 這一點 還有一點 就是嘎聲 嘎聲 那個 在我 親家我姊姊他們的家裡 那條就是高二八 在一百空三年 那條路可能都在中等 有差不多應該五六公里 在我姊姊姊做鄉丁的時候 他就做到差不多兩公里沒做 那時候 他不知道 對活籤 怎麼特特特特特 做到兩公里沒做 但是我們一百空三年 我們就去做一個五百公里 還剩一千五公里沒做 我怎麼說過那邊 我親家可能拜託 中聖友中議員說過 我親家不是在跟我說 因為我孫子我不是家生 但是他不是在關心 孫子 那條道路是以前 可以說 不管是 是 莫拉克台風 對這個 加仙九 等過兩邊 風過兩邊 都那條做連絡道路 那條 都做了 強了 卡斯公就六千公里 已經做了四千五百公里 一千五公車 還沒做 一公里半 還沒做 是不是那條 尊重無法當一年做 也這樣做 整條路 萬一 剛才說 剛好交通還不方便 不可以 那時候 那裡也可以做連絡道路 走 那條路 那邊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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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開條路 就 我剛才說 六公里村 一千五公車 還沒做 是沒拜託 幹部局這邊 做的 是不是有哪請 我剛才說這兩點 是不是有哪請 請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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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議員 那個議員說 138的部分 這個我們 在八月底 可以來完工 現在我們要到台南的時候 知道我們了解 台北 台北 台南市政府 他會提 那個生活圈的部分 這樣來照顧 這個部分 那另外 另外 剛才議員說的 那個部分 我看我們來現場 再看一下 這個部分 那邊 你可以去 我們來 那邊 這邊 那邊 那邊 這裏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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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道路廟和賈仙部分道路的開闢部分 請相關局處積極辦理 謝謝張文睿議員 下一位請本公務委員會 徵召集人立宴議員質詢 時間二十分鐘 謝謝主席 公務部門所有的局處所長 以及各位大家下午好 主席謝謝 我想請在我們的台會裡面 部門會議也好 我常常會去提到 就是說整個高雄的建設 應該以基礎建設為重要 把基礎建設做好的話 我想百姓需要了 就是他出門的時候能夠有寬敞的道路 然後有燈光很亮的馬路 然後有生活圈子裡面是很優質的 我想這個比什麼都重要 我想今天我們的公務部門的委員的一個質詢下來 我想很多也都是在基礎建設上 那我想我當議員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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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到到處走到到處服務 四個月後部就會得到很多百姓居民的一個拜託 因為居住在某個區域裡頭 他們會常常有很多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就是說不怕通就對了 非常多就對了 那當然我們也盡量的再幫忙 也希望就是說我們的公務局能夠幫忙 然後把多一點的經費花費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的馬路街道巷弄都能夠很通順的 能夠讓我們百姓在進出上能夠很方便 那在前鎮的凱德街 那我想過去經過我的努力 那也得到我們之前的那個許主委 他的再一次的去考察 那覺得說那條路要進去凱德街裡頭 只有一台摩托車可以進去 那裡面曾經被回收過就對了 危險 出來救護車進不去 消防車也進不去 非常的危險 那很快的 市長就答應了把凱德街 現在也重新的一個整條道路都做好了 可是凱德街開闢完成以後 那他左右很多的道路都是不通的 那接下來就有很多的那邊的里長 以及居民 就一直希望就是說 在凱德街中間有一條2-1號道路 他有東側跟西側 那西側這一邊就只有 四十二公尺寬八公尺 那剛剛講的我們的 張議員收五百公尺 然後多長的 這裡才四十二公尺寬八公尺而已 那當初我在講的時候 那個時候禁會才兩千多萬 現在已經到三千多萬了 已經到了三千六百 三千六百八十五萬了 那這我當了議員到今年已經第十年了 在這幾年當中的一個努力 那當然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市長也答應說要開闢 那開闢阿姨說沒有經費 就一直偷偷偷 所以我們也辦了 我們也辦了兩次的會議 第一次會議在九十九年的九月七號 那經過兩年了 那個時候大家都把同意書 土地使用同意書都交給 交給我們的應該是新公處了 那他說近期在101年就會有結果 結果沒有結果 那大家等了兩年了 又來找我了 找我了以後 在101年我們又開會 那開會完以後 同意書也都 本來就通通給了 那市長局長都答應說要開闢 那當沒有經費的時候 也去考考慮到我們地震局 如果能夠在這個毗林的地方 如果有重劃區開闢的話 可以使用平均地權基金 來支應我們公務局的這個開闢的一個動作 那可是 市長答應了 那時候的局長 當然現在的局長 三個局長都變了 那那個時候的公務局長 那時候的地震局長 他們都已經講好了 可是到現在都還沒有下樓 那我們也知道 就是毗林這個2-1號道路這裡 我們有70號的中石化在辦重劃 那那個時候的局長是跟我講 地震局長跟我講那個時候是說 他們希望 把原來中石化他們要自辦重劃 那他的意思是希望是公辦的一個重劃 所以有一點延誤 那現在也已經重劃了 那我要請問我們的地震局長 這個重劃 這個重劃 現在辦理到什麼樣的一個階段 那什麼時候 那什麼時候 要辦到什麼樣的時候 我們才能 支用這個平行地勤基金 讓公務局來做開批的一個動作 現在請那個黃局長 您答覆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趙基人 趙基人報告 目前70幾個這個中央區 因為這段時間裡面一直在檢討 那就是細部結尾的部分 所以他的細部計劃 是在今年的4月25號 都市計劃委員會的時候才通過 那通過完了以後 接下來就是環體的問題 目前他這個地方還在拜完 環體要到今年的年底 大概一估 今年年底才有辦法通過這個環體 那我們才能夠 你那個 市地重劃的一個重劃計劃書 報內政部去核定 下來以後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展開重劃的作業 那這樣等到可以用這一筆 預算的時候要多久 這一 要多久 這一 這個是要用 如果是要用底位D 營餘款的話 那必須要辦完了以後 底位D有標售 有真正有營餘的時候 才能夠動資到這一筆的一個經費 所以 所以 這段過程當中 我們會 如果 主持 來政部協定 我們會全力來 加速來辦理 但是 來看 將來 標識的進行 第一 延遲的主要 表學後的懲航工程會 完了 有營餘 才能夠支援其他的一個市政建設 假設市政府 政策上有這個需要 也有營餘 那我們當然是 四十二公尺 不要再跟我說 有沒有需要 我會去找過你 就是說 四十二公尺 不要再跟我說 四十二公尺 沒有 那個市長也已經 我們都可以拿 那個公報出來看的 市長 都已經答應了 所以要跟 趙吉仁報告就是 說 這 最起碼要動完之後 有 底月第一的出售 我們那時候 才有錢進來 這要跟趙吉仁報告 要等完就對了 沒年就對了 最起碼要有 一段半的時間 要等半 對 我希望 因為 這邊 都是老輝 他們已經等到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的話 就是 都聰明了 那時候 老輝就是 他們希望 他們還在的時候 能夠拿到 這一筆錢 那 所以他們 在我們第一次 九十九年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把同意書都交給 交給新公處了 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做 開闢的一個動作 真的是 錢 有時候真的要花在刀口上 真的是百姓需要 需求的這個 這個工程上 好 那個局長您請坐 那下來我要講 那個我們小港 少康營區 那這個也經過我們 居民啊 里長 以及所有的民意代表 我想 在前鎮小港的民意代表 從過去十人到現在的八個民意代表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了少康營區 因為這個營區啊 附地非常大 那也經過開會 生命會也都開了 然後經過大家的一個努力 以及彼此之間的一個溝通 就 就已經定案為那個 十公頃的一個 綠地公園 那以及道路 以及這個華山街 這個兩百巷的一個 綠地 把它變更為道路用地 變成這一條馬路是十公尺的 那大家都在期待 那在都委會的時候 我們也去溝通 就是這一條馬路嘛 變為十公尺 那這個也 我們那邊 我們幾個議員開會的時候 我們也去跟都委會的所有的委員 溝通也都完成了 那現在大家都在期待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也已經兩年了 一點消息也沒有 那百姓居民大家都在期待 到底什麼時候 綽康營區會開闢 讓他們能夠在那麼好 那麼漂亮的一個公園裡頭 能夠做休閒 能夠在他們打開他們的家的窗戶 以及大門的時候 就能夠看到一大片的公園立地 那麼優質的一個環境之下生活 所以大家一直都在等待 可是到現在兩年了 同樣的也是石沉大海 那我現在也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地震局 地震局是這個 如果完成那個 變更程序以後 到底是由我們地震局來開闢呢 還是由台塘來開闢 地震局 那我們的先前的一個準備作業 只有這個 就是這個 這就是這個 這個呢 這個這個這個案子 主要就是它的負擔 高達五十八點九一 所以当时台糖的时候他认为负担太重 一直不肯在这个重划的一个可行性评估里面 把跟地震局之间的一个负担比例有差别 所以送到内政部的时候 内政部认为是说要经过地震局的一个审认 所以才退到市政府这边来 后来经过杜拉局跟地震局这边跟台糖沟通了以后 最后他们是在105年3月9号 他才把这个重划计划书的可行性的报告 根据大家谈好的这个比例送到局里面来 我们就送给这个都发局 往这个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去送 所以现在是在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审议当中 那这样的一个时程到能够开辟到底还要多久 这个时程 如果说 顺利的话 顺利的话 应该顺利已经都沟通好了 是啊但是现在就是那个都市计划现在还没有通过 如果都市计划通过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 第一个刊定范围 第二个征求 还是要再征求台糖出去同意书 因为他负担超过45% 第三我们从发局报告下来以后 我们议计是希望赶在能够107年底之前想办法把它完成 107年之前 第一 107年底之前 我们希望能够如此的一个完成 这个是假设说都市计划都很顺利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 好谢谢 那下一个 就是我们大平鼎特定区的细部计划 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是区段征收 那这一个案子 他从民国68年的时候 检导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 那这个大概有关系到所有的地主的一个权益 那那因为是西部计划 一再的通盘检讨 延宕 那我想 这这里的很多的这个地主啊 他们不断的在陈勤 那在三四年前 他们也找我 找到我来陈勤 那那个时候我想 我们公务局的局长 还有地震局局长 都发局局长 大家都有做当面的一个沟通 那那个 那时候也有好多像有地主 是里长的 他们也都来了 那现在也是一样 上个局长都不是 以前你们都不在 都是之前的局长沟通的 那沟通到 最后啦 来的那个里长 如果有在一起的 我们的王副局长 你一直点头 你应该你也在场啦 那个里长 那个里长已经过世了 你看 他已经等不及了 等不及你们的一个 善意的一个回忆 回应 那在103年5月21号的时候 公告公开展览通检成果 那市府也召开了四次的一个说明会 那到现在 到现在也已经有两 那个时候到现在应该有两三年了 那我也要请教 请教我们的 应该是地震局吧 都阿局 都阿局 那都阿局 本案目前的后续的一个办理情形 怎么样 什么时候可以开发 不怕绝掌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曾召集人 这个大平岭特定区的计划 它之前遇到有很多的问题 刚刚议员有提到 它最主要是它的开发方式 当初原计划是把它规定 只能用区段征收 那所以在这次 我们就103年那时候开始公展 去检讨整个大平岭特定区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针对几个大平岭这个开发停滞的一些问题 去做一些调整 那其中比如说开发方式的部分 就是把它从原本的区段征收 只可以用区段征收方式去开发 把它把它调整为多元的开发方式 包括说湿地重化 开发许可 以及一般征收 所以这个在开发方式上 我们有做一个调整跟解禁 那第二个部分大概是针对那个 所谓的开发 整体开发面积的部分 之前有规定说一定是三公顷以上 那这次我们是考虑到说 假设我们真的要促成它的开发的可行性 就是降低它的开发门槛的话 那我们在这次的方案里面 也有把它从开发面积从三公顷以上 调整为两公顷以上 那整个进度跟议员这边做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份 已经把大平顶特定区这个调整方案 已经送到内政部去审议当中 在这个是最新的进度 因为过程当中光是在市都委会 因为这个案子总有两千多公顷 所以很大 然后再加上整理开发区就有六百多公顷 它事实上那范围面积都很大 议题也很杂 那毕竟是一个长年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审议过程当中 包括说都委会的委员 大家我们开了很多次的专业小组 针对人民诚情意见 一一的去听 然后去想说看是如何去解决 所以也因此我们也很顺利 市都委会不容易通过 然后送一个版本 现在在内政部审议当中 以上最新进度跟议员做个说明 好那我时间应该不多了 等一下完以后我们再请地震局局长 好你也来就你们部门说明一下好不好 跟你们有关系吧 有啦 好那我先拜托一下 先给我两分钟好不好 再给两分钟 谢谢 因为我还要谈到 我们公园还有绿地 我想你们的工作最多的 那公园立地是你们在维护管理 可是我们公园里面 常常我们去黑刊的时候 树你们可以捡 然后草皮你们可以去修 但是草皮为什么很多的公园里面的草坪都种不起来 然后有很多的公园里面他一定会喜欢植栽 如果附近的里长 那个公园在他们的里里面的话 他们会很愿意把那个公园 弄得漂漂亮亮的 结果啊 结果 没有人浇水 所以都洗了就到了 现在你们才来说 那个公园里面是因为没有阳光 所以草皮死掉啦 花辣草是这样死掉的 可是后来我所了解到的 应该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而已 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水 你们浇水啊 像上一次在港南里啊 那个开辟一段的那个绿地啊 所以要叫你们挖那个地下水能够灌溉啊 里长他们可以每天去做灌溉的动作 可是怎么跟你们沟通你们都不给 那不给的话我们说那浇水怎么办 你们说那个都会有车啊 装装带着水啊 到处去浇这个绿地啦 浇这个公园啦 浇这个花台上面的花啦草啦 可是啊我们很难看到 那也有很多里长跟我讲 说他们当里长了当到现在啊 呃几年了啦 十几年了 都没有看到水车在公园里面浇水 那如果这个有进责的里长 他们会去任养 然后他们每天去浇 每天去浇啊 有时候下午啊 像我们那边的隔壁的的那个公园 我去运动的时候啊 那下午去运动啊 看到整个公园里面的花花草草啊 都已经被洗被洗了 我每天不是看到里长去浇水 就在里长那里浇水 那那他们有有有时间去浇 颠节都在宝宝的时候 有空间的东西 从那里面的那里 有空间的东西 同样那种草 那里长得掉再压下去啊 那也怎么回事 打不起来 脑子起来都怎么样 都白心底的煮涼涼涼 我的光园里面 有了什么 就是有什么 印第 印第的的 额特别 影迹是什么 跑到一些东西 其他的小小的 很好 黄黄黄河 不是常常的灌溉 然後我們的雙方期間 也沒有特定的 也沒有特定的 它是特定的去灌溉 所以啊 很方便 有的時候 真的是 在說 給人家的 然後等於是說 寶貧的家 會不會 會不會 現在拜託 就有這個東西 就帶有自己的 就是 對的辦法 但是啊 你看到自己的 村莊部 沒有處理 你把這個 但是那些糙啊 花的糙啊 那些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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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請了 呃 那些糙啊 那 可是 地盧 cad 那些糙啊 那 那請良公處長答案 謝謝主席還有謝謝周極緣 那個公園裡面的草皮就是如同議員講的 它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樹蔭陽光沒有進來 那如果陽光有進來的部分 它分了兩個部分 如果是舊的 舊的有時候那個土壤被民眾踐踏 已經很 就是它的土壤已經很硬了 那如果你要 光是存有膠水是沒有用 要把土再把它翻鬆 然後我們再植新的草皮 當然在植新的草皮 大概前幾週水一定要重煮 它草皮才會長得起來 那剛才議員講的可能是 我們休解完樹木以後 因為那個樓落地 我們沒有去 沒有去給它補那個 沒有給它做鬆土補草皮 那這部分我們會注意 如果說民眾那邊有在提出說 這個草皮樓落我們會現場去看 那需要去鬆土 在植新的草皮的部分再加上澆水 那有提到路邊那個雜草 那因為我們的就是看季節 因為今年的冬季 今年的冬季雨水也比較多 那我們平常在派工的那個頻率 會根據那個雨水的多果來加強 那我所知道的是 像大平領公園還有周邊的道路 我們上禮拜我們也有發現到 那個路邊的雜草比較多 那本週會 會給它加以那個把它整理完畢 阿姨上 我們會改進 我們會改進 然後不能說 你的發財上面的 無法有些收藏的 中生公盟的 健康 要把你的發財全部 通過沒有 沒有那個小 公共 如果 那這邊會 你會有些 那裡有些 那些 那邊的 各位 他沒有 他沒有 這部分水車的部分是除了我們自由的水車之外 我們還要請廠商 我們會去檢討為什麼水車如果說最近又比較乾燥 那我們應該要加強那個水車的頻率 謝謝 謝謝公務部門我們曾召集人立彥議員的發言 為地方緩應急需跟很重要的事項 請各單位積極辦理 請各單位積極辦理 也謝謝我們公務部門前提委員的質詢 明天上午九時繼續公務部門業務質詢 散會